第281章胜负落幕 三大天人战斗 凝聚天地之力 中围又有邪神红魔护照阻挡 隔绝外界 已至战场之中的灵气浓郁程度 堪比是一些洞天伏地 远超正常最准 因此礼木布置下的阵法 得到数十倍浓郁程度的灵气供给 自然是防御威力要远超平常状态 而且天地之力法则运转 对于倒数阵法 又有着极为变态的加持 礼木黑黑地笑了起来 他的身形又围着总坛大殿 快速游走了起来 24饼飞刀 刀器纵横 宛如24只刻笔 重复又在大殿石壁 石柱上流光一般的刻画起来 圈刻出一道道神秘的倒数符文 在转刻出来的瞬间 这些道文就闪烁出一丝丝的油光 旋即仿佛是风干了的水 记水痕一样 肉眼再也无法看到了 其他人都当礼木在加固大殿的防御阵法 心中都非常感激 今天的战局 进行到这种程度 大殿里的所有人 基本上都成为了摆设 无法对战局形成丝毫的影响 那高高在上大战的三大巅峰天人 宛如天上神仙爆发出来的战力 绝非是他们所能起急 一道余波 可能都要了他们的命 其中实力最强者 如馆主谭燕姿 也难以承受余波 唯有礼木 以阵法之力 竟是保住了大家 这里面的所有人 都欠礼木一条命 封君子王晨看了 看身边的真公主 刚要张口 但却被后者以目光制止 穷风舞馆的舞者 大部分也都是舞痴 都关注着天空中的战斗 谭燕姿意双妙目 在礼木的身上滴溜溜地转来转去 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也看到了秦真的眼神 所以也没有说什么 唐夫人紧紧地抱着小女儿 右手又拉着大女儿 在心里祈祷 李刚和徐胜能够获胜 大约过了一刻钟 李木终于停了下来 他天眼一开 扫过整个总坛大殿 透过石壁 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 不为其他人肉眼所见的道纹 一道道痕迹 一道道游动的纹络 约含着道数真意 如完美的画卷一样 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大殿石壁 以及大殿之下的 十米范围之内的土层 二十丙飞刀嗖嗖嗖回来 化作巨大的银刃轮回刀 插在李木的脚边 他松了一口气 别人没有察觉 李木的天眼 却是可以看到 他心捐刻在石壁上的阵法 正在无声无息地 汲取战场之中三大天人的战斗鱼波 再汲取这种天地之力 顺着一道道电路图一般的纹络 最终汇集到了大殿的地下 而在大殿下面十米处 武航翻天印正在如鸡四可地 汲取着这种力量 武航五步之中 土不成色光滑闪烁 似乎是大地融为一体一样 隔绝了外界的一切窥视 也将那汲取而来的力量 无比神妙地隐藏了起来 不会散发出丝毫的力量波动 打巴 打巴 多打一会儿 给我的宝贝儿充电 等到电充满了 嘿嘿 李牧心里偷着乐 有一种偷击成功的愉悦感 他自己的实力修为不过 无法为武航翻天印提供足够的能量 但这三大巅峰天人 嘿嘿 狠狠地打巴 时间流逝 大殿之外的区域已经被打烂了 地面板块不知道被打翻了多少次 最终所有的岩石 泥土 建筑 以及死去的武者 战士的尸体 都化作了鸡粉 邪神红魔覆盖范围之内 除了被阵法所保护的大殿宛如屹立 在汪洋中的孤岛一般存在之外 其他的一切 都化作了粉末 变成了沙漠 半空之中 天地之力犹如潮水一般涌动 空气都粘稠了起来 见义滔天 全刚如电 红尘剑先李刚和列天神拳徐盛 底牌进出 不知道施展了多少精妙的战绩 建议权益 各有精妙 都是宁恋出来了属于自己的武道真意 然而 他们两个人联手 却被压制了 呵呵 连监察部都成了太子的走狗 这可真的是一个笑话 今天 你们都得死 二皇子发出冰冷的嘲笑 他浑身邪魔血气缭绕 头上的鸡脚散发出鲜血一般的阴晕 谋子如恶魔之筒 没说出一个字 都会引起天地共振一般 带着奇异的韵律 一掌拍出 便有一条金血色的变异真龙 猙獰咆哮而出 蕴含着不可思议的威力 扑 局胜张口喷出一道雪剑 被二皇子一掌拍飞出去 李刚瞬间斩出数百剑 剑光如流星 红尘烟灭剑意滔滔不绝 勉强化解掉二皇子一掌 但他面色苍白 嘴角已经是有一丝丝鲜血一出 之前与曹炳言一战时 被二皇子通袭的伤势本就未痊愈 此时交战 被邪魔剧力震动肺腑 旧伤已经快压不住了 哈哈 给我拜吧 二皇子大笑 原本英俊的脸上 爬满了扭曲的赤红血丝 犹如毒蛇之信一样 玉龙爵之龙神掌印 急招施展 两个巨大的金血龙神掌印 从天空之中直接负压了下来 轰轰 李刚和徐胜的身形 再次被轰飞 重重地撞击在了邪神血色红魔护罩上 两个人全身的骨头 也不知道碎了多少 红尘剑杀 烈天灭魔全印 两大强者眼眸之中燃烧着疯狂 没有丝毫的退缩之色 战意勃发 精神力之顽强 简直到了一种近乎于非人的程度 在这样生死攸关的时刻 他们不得不燃烧自己的武道真意 彻底拼了 战斗持续 转眼 一个多时辰过去 李牧在下面 看得如痴如醉 他的天眼开启 可以看到外人看不到的傲益 天人对于力量的运用 的确是让李牧大开眼界 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 因为不管是先天 还是天人 甚至是各种神功秘法 最终将战力发挥出来 都在于对能量的运用方式 而这种方式各有不同 达到的效果有所取舍 低级武者使用的是低等方式 巅峰天人则是既近乎于道 但不管是低等 还是近乎于道 按照逻辑学的理论来讲 既然是关于同一对象的方法论工具 其本质一样 所以 殊途同归 天人可以用 李牧亦可以用 对于李牧来说 最大的收获 就是从三大天人的力量运用方式之中 洞察其奥妙 寻找到一些共性 然后融入到自己的玉刀术 风云六刀之中 这对于李牧的成长的帮助 简直变态到不能再变态 就如同一个掌握了初中数学的熊孩子 在回头去坐视以内的加减乘除一样 李牧觉得自己简直就像是被教了发了教的 陈年大份的小树苗一样 正在呲呲呲地茁壮成长 而处理力量运用之外 像是建议权益这种武道真意 则是属于每个人对于己身武道之路的领悟和总结 属于与己身精神世界有关的东西 简明的说 就是天赋 比如说李刚的红尘建议 并非是每个人都能修炼 只有具备相似灵魂或者是精神力的人 才能修炼 而且相似度越高 修炼成果就越是强悍 这便是为什么 很多武道功法都要求具有一定天赋的人才可以修炼 对于李牧来说 可以参考 作为领悟属于自己的武道真意的补充 但却无法复制般的掌握 这时天空之中大战徐徐落幕 李刚和徐胜重伤力竭坠落在了地面上再无反抗之力 二皇子也受伤了 浑身浴血 左肩和腹部 有着骇人的伤口 力量消耗不小 但却还能维持凝制虚空 身体周围 血色邪魔之力流转 依旧散发着骇人的气息 宛如一尊浴血的恶魔一样 一切都结束了 二皇子的声音 带着戏谑和嘲讽 他俯瞰李刚二人 把我逼到这种程度 你们该死 我要炼化你们的血肉 寄献阳神 用你们的生命 弥补你们的错误 哦 对了 差点而忘了 这个乌龟壳一样的小房子里 还有一些小老鼠 他看向总坛石垫 这样的战斗中 总坛石垫竟然完好 让他感觉到一丝意外 但也仅仅是意外而已 李牧 出来吧 你不是要与我一站吗 二皇子看向了 站在石垫门口的李牧 嘴角画胡上翘 一种残忍留意而出 呵呵 你们父子 今日也算是团聚了 出来吧 那乌龟可保不了你 李牧 大大方方很听话就走了出来 大殿里 众人都露出绝望之色 没想到今日的最后结局 竟然是这样 赵宇犹豫了一下 看了一眼唐夫人三人 叹了一口气 最终也走了出来 紧随李牧身后 他是来唐夫人三人的 但是现在尽力了 慷慨赴死在眼前 他不会让自己表现的比李牧差劲 人群陆陆续续走出来 谭燕姿和公主秦珍 一左一右 保护着唐夫人三人 四个大美女 一个小美女 站成一排 成为最美的风景线 不过李牧此时没有回头 根本没有看到 穷风武馆的人 面色都有点悲壮 有人过去扶起了李刚和徐胜 这两大天人 已经脱力 丧失了再战的能力 但凡是违宁我的人 都该死 二皇子双手平举 沉浸在主宰一切的自信中 看着李牧 道 放心的死吧 你钟爱的那个女人 花享荣 我会替你想用 然后送她去见你 第282章怎么这么讲 李牧的瞳孔 猛然闪过一丝寒意 二皇子显然是捕捉到了这种细微的表情变化 他对于李牧的反应很满意 淡淡嘲讽地笑着 二皇子接着又道 哦 对了 还有宁府的那一对年轻夫妇 你好像对他们不错 恩 那他们就也得死 还有那个叫做明月的丫鬟 听说你满城在找他 你放心 等你死了 我会帮你找到他 然后 送他残缺不全地去见你 还有太白县城里 据说还有一些你的心腹 哦 差点而忘了 唐夫人和他的两个女儿 还有你化身为白银鬼啸面具人拍卖就下来的那些少女 我再将他们送到教房寺去 好不好 其神的邪恶之力 影响了二皇子 让他变得暴虐 而又残忍 这样的话 听得雄风无管众人 不寒而栗 对不起 李牧道 众人一正 这就贵了 二皇子嘴角微微咧起 道歉吗 好像是有点实了 我不接受 我 李牧打断了二皇子的话 很认真地道 对不起 你可能没有办法继续装逼了 本来还想让你在临死之前自己一吟爽一把 但你的嘴 实在是太臭了 有点忍不住了 说完 李牧双手合十 食指换动 如莲花一般层层叠叠绽放 连续打出一连串的印绝 轰猛龙 总坛大殿震动了起来 一股佩然磅薄的力量 宛如折服在地面之下的猛兽一样 开始苏醒 释放出令人颤逆的气息 一道五色神光 破土而出 悬浮在了李牧的头顶 那是什么 众人都是一愣 五行翻天 厚土印 李牧大喝 五行翻天印之中的土布 橙色光滑大作 一枚厚土神印 脱胎幻化出来 道文缭绕 古朴沧桑 迎风就涨 瞬间便化作一座数百丈高的巨岩一样 直接朝着二皇子砸落了下来 哼 困兽之斗 二皇子不屑地冷哼 抬手一道玉龙掌印打出 金雪神龙呼啸 轰向橙色巨岩 想要将其绞碎 然而 轰某 巨岩掌印直接砸碎了金雪神龙掌印 如岩石鸡卵一样轻松容易 然后无情地砸下来 直接将二皇子从天空之中像是拍苍蝇一样拍了下来 重重地轰在了下方沙漠之中 陷入黄沙之中不知道多深 赵宇张大了嘴巴 穷风无管的众人长大了嘴巴 谭燕姿和神算子 下意识地揉了揉眼睛 李刚和徐胜两个老江湖巅峰天人 喜怒无形古井无波的心境 这一刻仿佛是席卷着惊涛骇浪 开玩笑的吧 还是眼花了 那个近乎于魔神一样 打得两大巅峰天人力摔脱力的二皇子 就这样被一下子拍到了尘埃之中 空沙尘暴起漫天 一道浑身缭绕着金玉血色邪恶之气的身影 从沙尘中冲天而起 啊啊啊啊 李牧我要撕碎了你 是二皇子 他从沙尘中飞起 脸上带着猛逼之后的圣怒 凶面狂暴 穷风无管众人的心 一下子又提了起来 果然是没死 不过 这样 似乎才符合正常逻辑 然而 轰 那数百丈之巨的橙黄色方言 再度腾空而起 宛如闪电一般 一个腾月 再度砸下来 宛如流光一般的速度 与其庞大的外形完全不符合 再度砸下来 直接呼在了冲天而起的二皇子的脸上 将他再度拍落 砸进了大漠之中 穷风无管众人嘴张的都快裂开到腮帮子后面去了 李刚和徐胜两个人 眼里难以掩饰的震惊 风君子王尘一脸的狂喜之色 而堂堂则是用一种近乎于狂热崇拜的神色 看着李牧的背影 自刚才二皇子说出 原来李牧就是那个白银鬼笑面具人之后 堂堂的目光 就连在李牧的后背上 一刻都没有分开过 他想起了在那个绝望而又屈辱的教房司之夜 流芳街上寻欢客们的喧嚣之中 唯有白银鬼笑面具之下那一双毛子 带有着温度 唯有那一双手 可以依靠 而堂夫人与秦真两个人 则也是一副恍然大雾之色 堂夫人是被白银鬼笑面具人从梁亦菲等四人的魔爪之中救下 而公主秦真则是因为白银鬼笑面具人而摆脱了幽冥二江的缠沙 这些日子以来 每次想起这个神秘的白银鬼笑面具人 两个人的心中都充满了好奇和感激 但是没有想到 这个神秘人竟然是李牧 其实对于公主秦真来说 一下子心中有一些东西被粉碎 也有一些东西在滋生 啊啊啊 李牧 你该死黄沙冲天中 二皇子在一次从另一边的沙土中飞窜出来 冲天而起 骨头针印 还没砸死 李牧心面移动 腾空而起 空 后土印在地腾挪 精准地护在了二皇子的头顶 将他活生生地重新砸回到了下面的沙漠之中 与此同时 插在大殿门口的轮回刀 被李牧的精神力牵引 轰轰轰震动 拆解开来 化作二十四柄飞刀 犹如闪电飞燕 嗖嗖嗖 破空 来到了李牧的脚下 重新又组合成了完整的轮回刀 将它托起在半空之中 玉刀术 至于为什么不是整个轮回刀飞过来 而是非要拆解为二十四柄飞刀 因为李牧觉得这样更酷更帅 他站在半空 俯瞰下面的荒漠 都退回大殿去 李牧喊道 穷风武馆众人 以及秦真等人 扶着李刚徐胜 退回到大殿里面 下面 东北方向 一团沙土爆起 二皇子的身影又出现 快如闪电 急似流光 后土印 额 算了 后土印似乎砸不死这祸 翻天印 给我砸 李牧干脆直接操控五行翻天印 将巨大的后土印吸入土部 五色神光流转 翻天印瞬间化作直径三米的巨印 将刚刚露头的二皇子 重新狠狠地砸回到了黄沙之中 如此往复 二皇子简直快疯了 他疯狂地催动邪神之力 想要从黄沙之中脱困 然而根本不可能 刚刚一露头 立刻就被五行翻天印给呼在了脸上 砸得七昏八速 重新被砸回到漫漫黄沙之中 不可能 这不可能啊 李牧怎么会这么强 那方印似乎是蕴含着超越天人的力量 虽然无法释放出来 但却完全克制了他的邪神之力 让他根本无法抵抗 哪怕是用各种手段 身法 秘术 万方卫试图冲突去 但却都在第一时间被拍回来 此时的二皇子 已经是鼻青脸肿 他更是惊骇地感觉到 被那五色方印连续狂拍之后 自己体内的邪神之力 竟然隐隐有被震荡出体外的趋势 怎么会这样 二皇子想不通 他整个人都快要气炸了 眼看着大获全胜 为什么李牧还藏着这样的杀手锏 他一次次第尝试冲击 但一次次第失败 还好这片被邪神红魔覆盖的区域 都已经化作了荒漠 就算是被拍在黄沙之下 一时半会也不会有危险 若是印度的话 此时的他只怕是半条命都没有了 毕竟天人可以飞天 但不会遁地啊 这样一来 局面就变得很滑稽了 总谈大殿里 大部分人的脑子还有点没转过弯来 局面的逆转 发生的毫无道理啊 而只有李刚和徐胜 这会儿 才算是勉强回过而来 他们二人虽然此时历劫 一身修为尽呼于散尽 但眼光依旧犀利 但看这总谈大殿竟然在战斗余波之中完好无损 就知道 必是有极为厉害的阵法或者是重宝 将这里守护 而此时李牧手持一件五色神宝狂翁二皇子 二皇子却无法逃到这大殿之中抓去人质 就可以知道 大殿四周十壁十柱上 并无数是新阵的阵文 但隐隐泛洞蕴含在其内的阵法之力 二人还是隐约可以感受到一些 是李牧捐客的 还是 李刚陷入了沉思 他当日见李牧 与李牧说要杀皇子 其中只有一二分的用意 是希望与李牧背后的师门联合 而其他最主要的用意 还是以试探为主 当时的李刚 自觉算无一策 所以就算是李牧背后的师门 与二皇子有染 他也不怕打草惊蛇 没想到 今日局面演变至此 最后的圣基 还真的出现在了李牧的身上 看着李牧操控的那五色神宝 李刚心中暗暗凛然 看来这个镊子身后的宗门 其实不晓 莫非是哪个上古神宗 在沉寂了数千年之后 终于要再入世了 这镊子 竟然得到了这样的机缘 而徐胜的心思 就简单了许多 李牧已经答应成为监察部西北道总管 任命手续也已经在路上 有这样一个狠角色镇压在西北道上 帝国西北武林 绝对可以稳住 空空 武航翻天印不断的砸下 方圆数千米的荒漠之中 一个各方印砸过的痕迹 自曾相识的一幕啊 感觉怎么像是幼儿园的小朋友在玩打地鼠的游戏 李牧咧着嘴 饿在其中 最终 又数百计之后 二皇子终于无法再挣扎 鼻歪眼斜 鼻青脸肿 如死狗一样躺在沙土中 一动不动了 连气息都很虚弱了 不会是装死吧 李牧不放心 为了避免被二皇子残血反杀 李牧一咬牙 又操控着武航翻天印 直接照着二皇子的脑袋上呼了好几十下 一直到他口吐白墨面目全非四肢抽搐 才挺手 脑子还挺硬的 他感慨着 将二皇子 如拎死狗一样 直接从黄沙中拎出来 第283章不用谢我 啪 二皇子被丢在大殿门口 李牧拍了拍手 一张口 将无色神芒直接吞入到了口中 送入了宁丸宫育养 疑 恢复原形了 天眼扫过 李牧惊讶的发现 二皇子体内被灌注的邪魔之力 竟然都消散了 实力已经下跌到了之前的水准 此时体内真气混乱 伤势极重 一身骨头 没有几根是完整的 而且经脉破损 皮肤血红战裂 如染了血的军裂老树皮一样 这算是毁容了吧 不过 邪魔之力在其体内消散 还是让李牧有些意外 难道那魔云阳神加持的邪神之力 竟然不是永久存在的 李牧有点纳闷 他却不知道 武行翻天印乃是最为正宗的道家印法 武行之力也是天地之间最为纯正浩荡之力 是一切邪魔的克星 被蕴含着武行之力的方印砸了数百下 二皇子体内的邪魔之力 是被活生生地给震散了 否则 魔云阳神贯注在二皇子体内的力量 应该是可以永久存在的 不过 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在李牧的眼中 二皇子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之后 取到的最大一份快递了 如天剑宗传人楚南天 是风云梦无等人 身上宝贝就不少 二皇子身为帝国贵宙 地位尊崇 那身上的资源宝物功法秘籍 还能少 取快递的感觉 就是爽啊 李牧轻车熟路 毫不留情地将二皇子身上 所有的空间容器宝贝 全部都收了起来 里里外外都扒了个干钱净净 拆快递的感觉更爽 但此时 显然不是时候 李牧收起了所有的东西之后 原本还想把二皇子弄醒 说几句狠话 但又一向 没有什么必要 电视剧里面 很多反派都是死于话多 而且 很多正派 也因为废话太多 结果被反派私里逃生 所以 李牧很干脆 直接一记掌刀 手起刀落 就将这位高高在上 原本有希望 进逐西秦帝国 九五之尊之位的皇室天才 给弄死了 不是他是杀 而是以二皇子这种性格 雅字必报 身份地位 个人实力 武道天赋等等他都有 万一这一次弄不死他 等到这祸缓过一口气来 应在暗中搞报复什么的 烦不胜烦 而且 当日二皇子偷袭上官 雨婷那一纸 原本是奔着至少斩杀的墓地去的 若不是上官 雨婷身上带着李牧所给的各种护身 欲绝密宝 只怕是已经死了 这本就是死仇 再加上菊花豹之死 这么利落低一刀 还算是便宜二皇子了 穷风无管众人 看到这一幕 心中都是一个哆嗦 妈的 够狠 这可是一位帝国皇子啊 李牧真的是人狠话不多 一些人更是暗暗打定主意 以后千万不能招惹李牧 这样的狠人 真是名不虚传 李刚和徐胜看到这一幕 想要阻止也晚了 徐胜是单纯地为李牧着想 杀掉一位帝国继承人序列中的皇子 麻烦无穷 而李刚则是纯粹处于政治利益着想 二皇子虽然得死 但是在临死之前 其实还是有一些利用价值的 可惜了 诸位 打完收工 大功告成 呵呵 你们不用谢我 这是我这种爵士强者应该做的 李牧转身 一本正经地向众人道 众人 他们原本的确是想要开口感谢一下的 结果被这样一句话 完全给堵住了 还真是不谦虚啊 大哥哥 给你糖葫芦 脚丫头糖蜜 一缩在妈妈的怀中 伸手将自己咬的还剩下最后半个山楂的糖葫芦 依依不舍弟弟过来 小美女 不客气哦 糖葫芦你吃 补充点营养 真想要谢我 赶快长大 长大了嫁给我做小老婆就行 李牧心情极佳 很无耻地开起了玩笑 众人顿时都是一额头的黑线 丽婉狂澜爵士高人的风范在哪里 画风转变得很生硬啊 好呀 脚糖蜜猛懵懂懂地道 堂堂走出来 很恭敬地行礼 道 多谢李大侠 几次三番就我母女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她说着说着 有点脸红 李牧一看 套路来了啊 这大美妞这样的说法 分明就是无以为报 只好以身相许的趋势啊 武侠小说里的套路不都是这样的吗 她顿时心里美滋滋 正扭捏着堂堂说完 自己是要含羞答应呢 还是言辞拒绝呢 就听堂堂接着道 小女子来是愿意做牛做马 报答李大侠的救命之恩 切 没有诚意啊 有本事今世就报答啊 是风日下啊 现在的美少女们 怎么都这么矜持啊 李牧大师所望 不用谢我 我说了 这种力挽狂乱的事情 就是我这样的拉风的男人应该做的 李牧毫不谦虚 今日大战 他算是捞到了一大笔 心中着急回去拆快递爽一把 所以也就不想再多说 何正准备离开了 这事 因为二皇子死去 所以隔绝了方圆数千米区域的 那股天外魔神红魔也开始散去 禁锢消失了 李牧凌空而起 轮回到嗡嗡震动 冲天而起 恶入到了他的脚下 遇刀而行 潇洒到了极点 化作一道流光 消失在了天空中 众人目送他离去 心中感慨 各自不一 很快 长安城的福牙的兵卫赶来 李刚和徐胜两人 在兵卫的带领之下离去 公主秦珍看着远处 李牧消失的地方 神色复杂 最终 与雄峰管主谭燕资一番商议之后 有了决议 最终全部人马 与唐夫人三人一起 选择离开长安城 因为接下来 谁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因为二皇子之死 整个帝国都会震动 必定会又有新的惊涛骇浪席卷而来 长安城 已经是一片是非之地 漩涡的中央了 唉 这一次真的是陪大发了 老娘的武馆 变成了废墟 还挂掉了那么多的兄弟 谭燕资一步三回头 他恋恋不舍地看向叫房司方向 各位心甘美人儿 姐姐要离开长安城了 想起自己在秦楼中的那些阴阴艳艳艳 红粉家人相好 管主大人心如刀割 时间流逝 半个月后 迟迟出冬 天气寒冷 落叶萧萧 这一日 一大早 赶珠巷中 一个车队缓缓地驶出 上官雨亭 徐婉 陆盛南等美少女们 坐着舒适的马车 与李牧一起 踏上了返回太白县城的路 这半个月时间里 长安城相对平静 李牧大部分时间 都在闭关修炼 二皇子的储物容器 是一个金玉龙纹的指环 有西秦帝国皇族封印 经过了天人加持 李牧一时竟然打不开 这让他很失望 没有体会到拆快递的爽感 只能先留下来 然后慢慢拆解 其间 徐胜恢复了一些修为之后 来到陆氏院落谈过一次 然后这位监察部总部供奉 就离开长安府返京了 李刚动用手段 将当日一战的消息和各种内幕 基本上都封锁 雄丰武馆方圆数千米之内成为荒漠 毫无生机 成为了长安城之中的一大怪景 无数人争相参观 而这件事情 被知府衙门宣传 渲染成为是邪魔入侵所导致 不过邪魔已经被官方消灭 所以各方也不用担心 然而 当日两道圣旨 响彻长安城 无数人都听到 这件事情 却是不好解释 不过 城中的议论 也只是议论而已 真正的风暴 却是在帝都秦城中酝酿着 李牧对此完全没有兴趣 他已经去过了凤明书院和寒山书院 观摩了金社武库 也暗中传授了宁静冬雪夫妇 各自一步适合他们的高等功法 且私下与宁如山见了一面 至于达成了什么协议 外面人并不知道 长安城中 该做的事情 李牧都已经做完了 车队行驶不快不慢 大约三日之后 返回了太白县城 长安城中发生的一切 还未传到这个与世无争的偏僻县城中 李牧的回归 让整个县城都陷入了一片欢庆之中 自从李牧就任太白县令之后 将城中乌烟瘴气的神龙邦之类的毒瘤 一扫而空 政令清明 民生改善 百姓恶业 官吏清廉 各行各业各私其职 县城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太平时期 因此就算是这些日子 李牧并不在县城中 但他的威望 非但没降 反而是日益高涨 如今县城之中 不论是谁 提起李县尊 那都是发自内心的敬佩 消息传出 无数县民都家道欢迎李牧的回归 公子深得民心 备受爱戴啊 丫鬟性而挑起车帘 看到这一幕 又是自豪 又是兴奋 长官宇婷也是好奇的看着街道周围 他自从被送到教房司 有太长的时间 都是被关在青楼中 哪里能像是现在这样 自由自在 见识这种热闹祥和的氛围 屈婉儿 陆盛南等美少女 大致也都是这样的心情 李牧和两个丫鬟 得了逢元新报的信息 也早早就在县衙大院门口等着 我儿 快到娘亲这儿来 李牧经过了这些日子的休息调养 再加上女药师赵玲的照顾 变得容光焕发 年轻了好几十岁一样 恢复了昔日帝都秦城第一金花的风采 雍容华贵 美丽端庄 娘亲 李牧上去拜见 快让娘看看 李牧欣喜地拉着李牧的手 上下打量 唉 唉 李牧随口答应着 突然心中一个机灵 娘 你能看见了 是啊 多亏了赵姑娘的医术 娘亲的眼睛 已经可以试误了 李牧欣喜地道 李牧顿时猛逼 卧槽 真能看见了 这 老人家不会一眼就认出来 眼前这个儿子 其实是一个赝品 第284张辅助方向 还好 只是虚惊一场 李牧的眼睛 只是恢复了一些 勉强可以试误而已 想要完全恢复 还需要一段时间的治疗 而且 他八年时间 未曾见过李牧 当年那个李牧 离家出走的时候 不过是一个小孩子而已 如今八年时间过去 模样变化很大 李牧实际上 也认不出来什么 冯元新安排好了欢迎宴会 他知道李牧不喜排场 所以只是一个小规模的内部宴会而已 出现的都是一些熟人 比如马俊武 真蒙等人 还有几个县中的官吏 这些日子表现得勤勤恳恳 颇为尽职 所以冯元新带他们来见大老板李牧 也算是一种奖励吧 宴会上 上官宇婷现身 坐在李牧右手边 冯元新等人心中 大概会议 这位美丽清蒙犹如月中仙子一般的人物 大概率便是日后的县长夫人了 李牧今年15岁 按照西秦帝国的法律 已经完全是可以取其那切的年龄了 神州大陆上 人口是衡量国力的一个重要标准 五道世界 帝国之间力量的对比 依旧处于地球上中国古封建社会那样类似的体系之中 人多力量大 因此 不仅是西秦帝国 北宋男储乃至于其他各大蛮邦 都有相关的律法 来保证人口的生育 具体到西秦帝国 律法只有一条 简单干脆 男子十六不娶 其父母有罪 男子十五不嫁 弃父母有罪 所以 按照冯元新等人的观念来讲 如今县中局面烧定 县令大人的婚事 应该是提到日程上来了 李牧在太白县中 那是实打实的钻石王老五 不少的富商 名是大家族 都在打李牧的主意 想要送女 哪怕是得不到正妻的地位 捞一个小借名分也是好的 但现在看来 县尊大人一趟长安城回来 带回来一群天仙一般的美少女 那些富商 名是家族的小家碧玉 是可以消停了 距离李牧上一次离开太白县 已经是越于时间过去 李牧座在主座上 目光从在场众人身上扫过 心中也不由得颇为感慨 转眼 来到这个世界 已经是大半年的时间了 认识了很多人 也知道了很多事情 最值得自豪的 是她的修为实力 要比当初想象之中提升的更快 尤其是之前在长安城闭关15天 她的实力 有着突飞猛进的增长 一身内气 八成转化成为了先天真气 而在战绩力量提升方面 更是无法衡量 她已经窥视到了 这个世界武道力量高端的奥义 这对于她接下来 要走的武道之路 打来了一扇窗 而眼前在座的这些人 是她在这个世界的第一批朋友 马军武伤势愈合 只是断了一臂 再也无法开工搭建 这对于一个立志 想要成为神射手 加入关山牧场神射营的人来说 无疑是非常残酷的 李牧这些日子 一直都在思考着如何补偿他 而如今 已经有了结论 他一抬手 一个蓝色的指侧 飞到了马军武跟前 大人 马军武亚然 李牧道 这是我专门为你寻找的一部秘籍 便是断壁 亦可修炼 传闻到了圣人之境 可以令断之再生 白骨生肉 君武你不要自暴自弃 所谓艰难困苦 欲辱于成 也许断壁之恶 反而是你的机缘 日后能够武道大成 意味可知 马军武文言 接过指册 难以遏制自己心中的狂喜 他原本以为 自己断壁之后 实力大损 已经是一个废物 再也无法违宪尊大人效力 迟早要退出太白县政令核心层 没想到 宪尊大人竟然如此念旧情 还专门为他搜寻武道秘籍 多谢大人 马军武感激涕灵地跪地谢恩 李牧是一个地球人 很不习惯这种动辄下跪的礼仪 但所谓入乡随俗 他也就受了马军武这一败 之后 他又赐予冯元新 真蒙等人修炼的功法 这些也都是提前准备好的 机人都是大喜 李牧出手赐下的功法 都是他们平日理想都不敢想的 高等武道秘籍 这也算是李牧拉拢人新的一种手段吧 就目前阶段而言 李牧还是有许多事情 需要这些人去做 所以 他们的实力越高 能力越强 对于李牧的帮助 也就越大 经过这一次长安城之战 李牧也渐渐意识到一点 独木难成林 自己想要在二十年之内 就走出这个星球 单靠自己一个人 闭门造车 绝对是不行的 哪怕是自己掌握有先人修炼功法 因为修炼 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情 如李刚 二皇子这种人 具备天赋 身份 地位 绝对要比那些一穷二白的散修 静静更快 因为有无数的资源 供他们随意支配 也有无数人为他们效力 所以 他们才能站在 无数舞者的头顶 李牧意识到 自己应该培养 属于自己的势力了 在长安城的时候 若不是一直有 正存建的渠道 他就像是瞎子一样 处境会很被动 而他也不能一直都依靠 正存建 因为这个黑心秀才 毕竟是渣男之父李刚的人 李刚是什么人 别以为他在唐夫人等人 遭遇到绝境的时候 现身 出手杀了幽明宗主 就真的是一个心怀正义感的好人 那不过是适逢其会而已 他是为了杀人而顺手救人 而不是为了救人才去杀人 听起来有点拗口 但这其中的差别 可就大了 是动机和目的的差别 杀幽明宗主 是为了削弱二皇子的势力 如果不是处于这个目的 只怕是唐夫人以及雄丰武馆的人 全部都被幽明宗主宰掉 李刚也不会现身出手的 因为后来 他、徐胜和二皇子三大巅峰天人大战 可怕的余波 鬼天灭地 但凡是邪魔红魔覆盖之内 一切生灵都死绝 但他却并没有保护总坛大殿的意思 显然是任由大殿里的人自生自灭了 若不是李牧出手 只怕是雄丰武馆众人 唐夫人母女 秦真公主等人 都已经如那个倒霉的天剑宗传人 楚南天一样 被三大巅峰天人之战的余波 给震成飞灰了 为了自己的利益 李刚不仅可以不在乎唐夫人等人的生死 甚至连公主秦真的死活都不管 这和他当年 为了自身地位的巩固而选择抛弃李牧李牧的行为 如出一辙 红尘剑先 修炼的是红尘剑法 滚滚红尘 薄情薄性 李刚可以说是深得这一门剑道的精髓 对于这样一个人 李牧心中 是有着极深的戒备的 在双方没有产生剧烈冲突的前提下 李刚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让郑存剑为李牧传递各种信息和情报 而一旦这种微妙的合作关系破裂 日后 郑存剑就算是身中生死服 亦不敢违背李刚之命 到时候 李牧就会一下子变成瞎子聋子 靠人不如靠己 这些日子 修炼之余 李牧想得很清楚 他要建立自己的势力 而冯元欣等人 也已经初步可以算是李牧的心腹了 就从这些人开始入手 反正 李牧赐下去的那些秘籍 也都是拆快递拆来的 康他人之楷而已 何乐不为呢 整个宴会 因为李牧的大方赏赐 气氛变得炙热了起来 但凡是有资格出席宴会的官员 人人都得到了一份上赐 皆大欢喜 半个时辰之后 宴会结束 众人散去 李牧与小叔同清风 一起回到了原县衙大院 李牧命丫鬟端来热水 伺候李牧沐浴更衣 之后 李牧换上李牧亲手缝制的衣物 来到自己的书房之中 与小叔同清风密谈 如果说缝元欣 马军武等官员 算是李牧的第一批心腹的话 那小叔同清风 则是心腹之中的心腹了 可靠程度远超这些官员 小叔同双腿残废 坐在一个特制的轮椅上 精神状态倒是极好 面色红润 张口要汇报这些日子 现中发生的一切 李牧连连摆手 制止 他对于宪政之事 完全没有任何的兴趣 明月还没有消息 李牧略大愧疚地道 当日 他亲信了老乞丐和那条黄狗 结果天然呆痴或书同明月 下落不明已经数月 还是没有丝毫的消息 这让李牧在面对清风的时候 颇为惭愧 因为这俩小书同 平日里相互吐槽公结 但实际上 感情很好 亲如兄妹 一定会找回来的 清风很坚定地道 李牧点点头 又从储物空间之中 取出几本册子 到这些我在长安城中 搜寻到的一些关于机关 筑器 炼金 毒药 炼药方面的密册 都是你感兴趣的内容 先拿去看吧 还有这一本 一年级道数入门 最时珍贵 小心保存 绝不可遗失 可以作为你日后主攻方向的根基 一年级道数入门 自然是李牧自己编写的 整理了老神棍昔日所说的一些入门级的武行道数 已经修炼了精简版的先天功 小书童如今可以系统地进行道数修炼了 在李牧看来 小书童清风感兴趣的这些方向 明显是在走辅助路线了 但老神棍曾经也说过 在称霸新海的诸多大势力之中 镇法师 星河 炼金术师 丹师 机关师等等 一旦达到定的修为境界 那都是地位颇为尊贵的 还在同境界的武者之上 所以清风选择的路不能说选错 只是要比普通人更难走一些 一切都看他的造化了 逆谈之后 清风离开 接下来的几日 修炼闭关之余 李牧身居简出 在修善和提升天罡地煞阵 十日之后 一封加急信 从秦城帝都而来 第285章连锁反映 近是徐盛写来的 李面的消息并不好 因为二皇子之死 所以他推荐李牧成为西北道监察部大总管之事 任命程序走了一半 眼看着就要到长安府了 结果被终止 大概是没有希望了 他在信中 对李牧表示歉意 另外 徐盛隐会的提醒 因为二皇子之死 如今帝都秦城之中 政局瞬间炸裂 之前的微妙的平衡被打破 可以说是牵移发而动全身 各大派系的力量开始展露獠牙 又因为西秦人皇必死官疗伤 取龙无首 所以局势越发混乱 而二皇子背后的力量 可以说是对李牧恨之入骨 只不过是因为各方都在争夺 二皇子死后留下的巨大证据空白 二皇子的残余势力 正在疲于应付 到了关键时刻 所以一时之间 无暇顾及李牧 但这种平静的日子 应该不会持续太久 徐盛在信中建议 如果李牧有退路的话 不妨暂且隐退 对于江湖之中 收敛行迹 看完信 李牧一笑置之 徐盛的好意 李牧当然是颇为感激 看得出来 这位岳山派的长老 的确是一个正派人物 尤其对李牧也不错 但徐盛的建议 李牧确实不会接受 如今的太白县城 被天刚地下阵法所改造 灵气充裕 逐渐朝着洞天伏地的方向进化 可以说是根基已经打得非常牢固 且尖太白县城位于太白山脉之中 风景如画 空气宜人 地理位置极为优越 尽可入室 退可安居 对于已经生出了打造属于自己势力的李牧来说 这里无疑是一个绝佳的起点 二十年之内 李牧要达到破碎之境 走出这个星辰 虽然说 才过去半年多时间 他已经可以期望天人境 走完了其他一些武者可能一辈子都走不完的道路 但武道之路 越往后 越向上 便越是难走 许多先天一辈子走不到天人 而许多天人一辈子都不到圣人 即便是进入圣人 又有几个最终可以破圣路线 走进虚空 这是个概率问题 越往上越低 李牧对于这个二十年之期 并不敢太过自信 他当然也想仗剑走天涯 纵蚂以红颜 刀行天下 去看一看这世界的繁华 但他没有那个时间和功夫啊 取圣信中的内容 倒是提醒了李牧 必须要开始做一些准备了 否则 一旦二皇子之死的漩涡 爆发到太白县城来 等待着他的 将会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 李牧心中 开始思考 一些计划 在他的心中 也逐渐的清晰了起来 时间流逝 天气越发寒冷起来 无边落幕萧萧下 不进长江滚滚来 太白县城中 连续数十日双降 下了入冬以来第一场小雪 家家户户都架起了火炉 烟气鸟鸟 秋 刀芒划过长空 李牧从老县衙大院上空 藤月而起 玉刀而醒 如仙人一般 划过太白县城上空 梅入到了茫茫太白山脉之中 建城中居民 看到这样的一幕 纷纷跪地膜拜 建尊大人真的是天仙降临 是神仙 一定是神仙啊 我们太白县城有福啊 得到一位仙人庇护 整个县城中的居民们 都兴奋无比 也自豪无比 心中的火热 驱散了冬日的寒冷 每个人都觉得 太白县城的冬日 从未有如这一次这般 令人舒适而又温暖 亲见县衙 距离老县衙大院并不远 其中当值的官员们 隔着窗户 看到李牧玉刀飞行 划破长空的画面 虽然已经见了多次 见怪不怪了 但他们一个个心中 也都感慨不已 同时 对于李牧的敬畏 更是达到了一个顶点 要是县尊大人 也能为我赐下一本修炼功法 一个年轻的纹理 将手中的笔 放在笔架上 羡慕而又憧憬地想着 前些日子的接风宴会上 县尊大人赐下修炼功法的事情 已经在官吏们的圈子里传开 现在几乎所有的官员 都憋着一股紫劲 希望能够得到 县尊大人的嘉奖 得到一部仙人修炼功法 哪怕是不能修成仙人 但至少 可以强身健体 延长一些寿命吧 如今 他身边的同僚们 渐渐已经对 升官发财之类的 降低了兴趣 最大的目标 是希望能够以自己的表现 博得县尊大人的嘉奖 从而可以得到一部高等修炼功法 毕竟 这是一个强者为尊的世界 拥有了足够的实力 才有资格享用权利和财富 太白县衙中的风气 正在发生着改变 时间 就在这样看似平静的日子里 转眼 又是半个月过去 距离当日大战 已经过去了一个半月 李牧几乎日日都是遇刀出行 穿梭在太白山脉之中 这一日又是一场大雪 山五银蛇 圆池蜡象 李牧一席单一 遇刀而行 穿梭在茫茫太白山上空 俯瞰下方的原始森林 山林耸志 雪滔如海 大好河山 令人心醉 这些日子 修炼之余 他一直都在反反复 腹地观察太白山脉方圆千里的地势 还真的是被他看出来一些玄妙 太白山脉是西秦帝国境内出了名的 崇山峻林之地 山岭多是巨岩组成 山体坚固 地势极为险要 数百道山脉以不同的走向 蜿蜒向四面八方 从高空之中往下看 犹如一条条盘龙 在这片山域之内汇集一样 无比壮阔 而通过天眼 李牧可以看透山体 直达地面之下千米 地脉走向 地气风水 亦被他看得清清楚楚 苏 李牧欲刀而立 停在了虚空之中 中围雪花飘零 应该没有错了 这太白山七十二道山脉 三十六道地脉 暗河巨龙局风水气象 按照老神棍的说法 这样的风水局 一旦引导不至得当 便可以产生天龙 飞龙在天 李牧的脸上 难以遏止兴奋 飞龙在天 讲究的是脱离束缚 自由自在 翱翔九天之外 这不就是破开一界 超脱天外之意吗 暗河舞者修炼的 最终境界破碎虚空之意 这片山脉之中 可以诞生破碎虚空的 至高强者 李牧一半推理 一般牵强附会 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按照老神棍的说法 在这样的地势之中 道数高人 只需要布置下风水道阵 引导山脉 地脉之气 规矩与异点 便可以借助 这具龙局的风水之气 化为己用 得到这样的天地浮原 武道修炼 己身修炼是其一 外在机缘是其二 而越是修往高深境界 第二点就越是重要 说的玄妙异点 就是气韵 气韵在深 无往不利 气韵不在 是被公办 而在李牧看来 太白山脉方圆数千里 若是算上低脉延伸 山脉分支 只怕是可以扩散到 方圆数万里 这片区域之内 因为风水格局 蕴含着大气韵 说来也是奇怪 这太白县城 正好处于 巨龙局天然风水镇的中央 一城座局 不偏不倚 而老县崖后方悬崖 九龙瀑布 以及纳深潭 大约正是这巨龙局 风水镇的阵眼位置 若是加以引导 将阵眼变为老县崖 这样一来 整个太白山脉的天地灵气 和气韵 都会聚集老县崖 从而辐射整个太白县城 经过这些日子的思考 李牧的心中 已经有了计划 由武航翻天印这件宝贝 这个计划的可行性 就成功了一大半 长安城 原雄风武馆就指 寒冬夜风刺骨 街道上没有什么行人 一个身影在月色之下 宛如鬼没一般 来到了这片小沙漠之中 他一步一步 身形犹如潜水一样 逐渐没入到了黄沙之中 月色下极为诡异 呵呵 可怜愚蠢的凡人 只把这里当作是风景看 他们怎么会知道 真正的宝藏 在这片沙层之下 嘿嘿 三大天人 李牧 你们也只不过是为我 血月魔君作驾衣裳而已 他将挤身 沉入到沙层之下 然后运转某种邪恶的功法 地下的沙力 开始微微流动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一丝一缕的血色阴晕 从他身体方圆数百米的沙力中抽离出来 赫然正是当日被李牧用武行翻天印从二皇子体内打散阵出的天外邪神之力 竟是并未消散在天地之间 而是渗入到了这些沙力之中 此时 被武行的力量牵引着 朝着血月魔君的身躯汇集而去 天剑宗 天儿死了 一位虚发苍白的沟楼老者 眼中滴出一滴泪 李刚 李牧 还有徐盛 我要你们生不如死 恐怖的剑意 从他身上爆发 宛如银色神芒 刺入苍穹 直接将天都刺开一道裂缝 山门方圆数百里之内 顿时被深寒的剑气覆盖 百草凋零 岩石冰冻 生灵颤抖 心计仓皇 天 是那个老怪物 它要复出了吗 奸血 要弥漫大地了 数千里之外 一些宗门中 那些蛰伏的老怪物们 感应到了什么 帝都秦城 刺杀声和惨叫声逐渐停歇了下来 一场大雪 不漆而来 覆盖了一场刚刚结束的未遂政变 但血腥的气息还在空气里弥漫 数十个身影 宛如丧家之犬一样 逃出了秦城 就这么败了 我不甘心啊 真的不甘心啊 我们原本 是有希望登顶这个帝国的人啊 要不是那个该死的李牧 杀死了二皇子 我们也不至于 一位气度非凡的中年人 满脸的不甘 挥手望秦兜 威威城墙 似血凝柱 王爷 随风剑派接应的云霄非洲到了 快走吧 铁夹燃血的侍卫催促道 中年人满腔不甘地于侍卫们 踏上非洲 一位大新阵术士师催动非洲 中天而起 化作一个黑点 消失在了远处的天穹之上 鼠息之后 秦城中一片喧哗 叛逆手脑振兮王逃了 快追 追不回来 小心太子殿下 砍了你的脑袋 各处想起了愤怒的咆哮 都城中的禁军月夜出动 四方追查 第286章再见老瞎子 云霄非洲犹如流光一般 在天空上飞行 即便是这种大型非洲 所能够承载的人数也是有限的 镇西王加上身为的侍卫16人 随风剑派的接应人员3人 以及一位操控非洲的大新阵术士师 总共20人 在飞行了大约半个时辰之后 其中的一枚神经能量几乎消耗殆尽 云霄非洲最终只好降落了 在了一片崇山峻林之中 此地名为青丰山 距离秦都 已经是3000里 短时间之内 不用担心追兵了 大新阵术士师开口道 一枚神经 价值宝贵 用作逃亡 是迫不得已 但连续使用 疏为不治 最终 这位大新阵术士师操控非洲离去 他是临时被雇用 并非是镇西王的心腹 王爷 何不 那浑身血迹未干的侍卫首领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道 若是此人出卖我们 镇西王十年五十多岁 修炼皇族绝学 玉龙绝有成 数十年之前 就已经踏入了天人境 年富力强 精力充沛 方脸落腮虎 颇有威严 此时 他的神色 已经冷静了很多 道 过河拆桥 非本王所为 何况大新阵术士师 虽然修为不高 但底牌不少 也不是那么好杀的 此人与本王有救 他带我们逃出来 已经算是背上了半个谋逆之罪 就算是买了我们 也讨不了好 不说这个了 这一次 是本王连累众兄弟了 说着 镇西王向一众侍卫拱拱手 王爷哪里话 若是没有王爷 我等早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愿意为王爷笑死 这些侍卫 都是镇西王培养的死士 忠心耿耿 镇西王道 好 众位兄弟这份心意 本王铭记 今日本王落难 但天无绝人之路 这些年 本王在暗中 布置了不少的手段 是时候启用了 西秦帝国已经摇摇欲坠 嘿嘿 用不了多久 就会陷入大乱之中 到时候 我们的机会就来了 他出身皇室 见惯了勾心斗角 又极为善于邀买人心 蛊惑士气 被他这么一说 这些侍卫们的眼睛 也都逐渐亮了起来 不负之前那种丧家之犬一般的惶惶之态 这个时候 最是不能失去信心 镇西王看向西北方向 之前的不甘心和颓唐 已经一扫而空 自信桀骜地道 诸位兄弟 换上青装 我们往西北行 去扶风府 扶风之府是本王义子 在我的控制之下 还有那礼木 亨 杀子之仇 不能不报 本王虽然落魄 但不等于 真的人认可期 而且 听闻那个小贼李牧的手中 未有一件秘宝 便是一个小小的先天 仗之也可以对抗半部圣人 我们可顺势杀人夺宝 再配合扶风府的军队 便是太子发兵争讨 也奈何不了本王 到时候 反攻入秦兜 也不是不可能 嘿嘿 到时候 你们都是本王的大将军 开国功臣 众侍未听的 更是热血沸腾 一行人卸去铁甲 兵器 雪衣 沉入附近一个腐泥沼泽中 换上剪装 小心的遮影痕迹 然后没入了密林之中 秦兜 太子府 啪 茶杯砸在地面 摔了个粉碎 当朝太子 今年35岁 一袭黑色盘龙纹长服 身形修长 面容周正 比之二皇子那种如妖一般的英俊 差了一些 但也算是遗传了西秦皇室优良的血统 可以算是风度翩翩 然而此时 脸上却是充满了愤怒 一群废物 竟然让正希王逃脱了 他看着身前十几位进军将军 目光凌厉扫过 毫不掩饰的杀鸡 殿下恕罪 几个将领低头 不敢对视 胆战心惊 太子欲言又止 最终 还是克制了一些 冷哼了一声 道 命人在城中 搜查正希王余孽 宁肯错杀一千 绝不放过一个 还有 二皇子 正希王的所有产业 都给我查封 一英财物 全部冲入中库 谁敢质疑 就让他来问我 中库 乃是太子的私库 这却是要中保私囊了 遵命 一众将领 纷纷松了一口气 退出去 秦都城内 空气之中的血腥味道还未散去 一些街巷之中 正变的余波还在持续 天色渐明 刚刚过去的一夜 不知道有多少颗头颅落地 许多昨日还在关崖中高高在上的大人物 已经看不到即将升起的太阳了 太子的心中 愤怒逐渐散去 他走出大殿 来到门口高台上 冷风带着雪花 扑面而来 没有将二皇子派系的最后旗帜 人物正希王斩杀在秦都之内 让他对这个流血之夜的收获很不满 原本可以一劳永逸的事情 结果却为山九任功亏一篑 后续的麻烦 就会变得很大 因为他知道 二皇子一派经过了多年的经营 在地方上的力量也同样可怕 原本只要斩杀了正希王这个最后的旗帜 地方上的力量群龙无首 便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离亭扫学 但现在 事情就会变得麻烦很多 一旦正希王纠集那些地方中府的军队 公然造反的话 想要镇压 可就不是一日两日的事情了 但不管怎么说 二皇子派系总算是倒台了 他总算是可以松一口气 与二皇子的数十年攻心斗角 可以画上一个句号了 这个最大的政治敌对派系的垮台 充满了黑色幽默和荒诞 他突然又冷笑了起来 谁又能想象得到 号称是西秦皇族第一天才的二皇子 最后竟然是死在了一个小小的县令手中 说起来 太子还真的想要好好谢谢这个礼物 但杀了皇子 而且还是权势极重的亲王级皇子 这个罪责 是要有人来承担的 父皇如今还在闭关 试图冲破天人关爱 向天在界五百年 不理朝政 这些日子发生的一切 还未传到这位统治了西秦广袤 将遇近一百年的君主的耳中 他之前冒险假传了圣旨 为的是趁着父皇还未出关 解决掉二皇子 到时候 木已成舟 稍微运作一番 找几个替死鬼即可 但现在 有人却帮他解决掉了二皇子 要不要将李木当成是替罪羊呢 太子的脑海里 急皱地思考着 唯一让他略有顾忌的 是这个李木 传闻 乃是李刚之子 而李刚 可是他最为倚重的臂膀 正思存之间 突然有心腹快步而来 道 殿下 长安府快信 嗯 讲什么来什么 太子接过信间 一看之下 脸上浮现出一丝恶人 自然之色 太白县 后山悬崖之下 瀑布轰鸣 水气弥漫 一座茅屋 搭建在九龙水潭旁边 一只巨大的黑色乌鸦 静静地立在茅屋顶部 一动不动 宛如黑色的雕塑一样 他的身上 布满了水珠 滴滴答答地流淌着 咳嗽声传出 一个茅眼道人 从茅屋里走出来 站在水潭边 等待着 月色弥漫 犹如白玉盘一样的双月 照耀在水潭水面 投射出道影 道人仿佛是在等待着什么 一动不动 大半夜时间过去 道人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失望之色 一百多天了 这妖龙为何还不出现 难道因为当日之战 已经离开了 他脸上浮现出 并不甘心之色 这九龙水潭 得天独厚 可以吞噬双月精华 绝佳的妖族修炼之地 那蛟龙不应该 仅仅因为一次大战 就离开这里啊 如此好的化龙之地 天底下在哪里去找 盲眼道人 一生灭妖 他留在这里 就是为了想办法 击杀那蛟龙 为此 他在水潭中围 布置下了无数的心阵 可谁知道 这么长的时间过去 那蛟龙竟然在未出现 他的耐心 快要耗尽了 月光清冷 这深渊峭壁之下 宛如另外一个世界一样 人际罕至 似是鬼欲 阴冷潮湿 盲眼道人心中 逐渐有离去的打算 你还在 一个声音 突然毫无征兆地 从上方传来 盲眼道人心中一惊 顿时身边一层层 连衣服起 竖法护照叠加 和人 他在周遭 布置下了阵法 且黑压的警觉 信和等之高 竟然没有提前发现 有人到来 刀器凛然 礼目玉刀 缓缓地来到了水潭上空 这几日 他在太白山中 一些关键的节点位置 开始布置阵法 就像是一个辛劳的土拨鼠一样 在茫茫太白山之中 前前后后打下了不下两百个地下阵法 引导地脉之气 同时也对一些山士 山峰进行了非常隐蔽的改动 按照他的设想 开始改变太白山的风水局 今夜 到了这九龙瀑布和水潭 律刀而来 没想到 在这里 竟然看到了这个盲眼道人 是你 当那黑压睁开眼睛 瞳孔中泛动血色 盲眼道人一下子 就认出来了李牧 你怎么变得这么强了 他话说不下去了 因为时隔数月而已 眼前的李牧 已经强大到令他震惊 简直无法相信 李牧没有说话 精神力一扫 就发现了盲眼道人在水潭周围布置的新闻阵法 在李牧看来 这些阵法 简单粗糙 你想要猎龙 李牧对于这个道人 并无好感 因为当初 就是这个老瞎子 将明月从县衙中抢走 才导致了后面一系列事情发生 念妖 盲眼道人冷声道 就凭你 李牧吃笑 十个盲眼道人 都不是那蛟龙的对手 就算是加上他布置在周围的阵法 也是如此 不过 李牧突然想到 这个老瞎子 似乎与当日那个老乞丐认识 心中一动 道 说吧 当日 那个带着黄狗的老乞丐 到底是什么来历 第287章北宋盖帮 盲眼道人感觉到了李牧语气之中的鄙夷和不屑 他冷哼了一声 无可奉告 李牧一看 饿了 你妈 老子没找你是呢 你还装起大尾巴音了 他心念一动 脚下轮回刀一阵 一抹刀光一闪 瞬息之间 破掉了盲眼道人深层层叠叠的护照 停在了蔓延道人的喉咙边 刀气森森 再往前一点点 就要划破盲眼道人的皮肤 我的耐心 可不太好 李牧很不耐烦地道 当初你掠走我的书童 导致他下落不明 这笔账我还没有和你算呢 就算是杀了你 也是轻的 盲眼道人冷笑 勾结妖族 你乃是人族败类 要杀便杀 哟喝 还真的是硬骨头啊 李牧心中很不爽 你特么的犯错在先啊 抢了我的人 还在这里和我冲好汗 这哥们你是脑子有问题吧 但真的杀了 小明月的下落 可就彻底断线了 李牧眼珠子一转 突然看到了盘旋在半空之中的那只黑鸭 心中一动 悬浮在盲眼道人喉间的飞刀 化作一抹流光飙射出去 呱 一声凄厉的黑鸭长鸣 黑雨飞散在空中 巨型黑鸭 坠落在了地面 你 盲眼道人的脸上 浮现出极度紧张之色 跌跌撞撞地冲过去 抱住黑鸭 才发现 黑鸭的一只翅膀 被冻穿 还好李牧并未真正痛下杀手 李牧一副大反派的样子 冷酸酸地逼近 道 在嘴硬一个字 下一刀过去 你怀里的 就是一只死鸟了 你 你好歹也算是正派人士 竟然对一只鸟下手 卑鄙 家眼道人悲愤地道 李牧比一地道 你他妈的不是说我是人族败类吗 就算我卑鄙又如何 哪里比得上你 竟然跑到我县衙中拐小孩 你这只黑鸭 难道不是妖物 我看也不是什么好鸟吧 说到这里 李牧忍不住笑出来 不是好鸟这四个字 用在这个地方 实在是太合适了 说完 他降落下来 一拍脑门 道 忘了 你已经嘴硬了 我还是载掉这只鸟算了 说着 飞刀嗡嗡震动了起来 这只黑鸭 乃是老夫的 瞎眼道人急了 连忙道 助手 助手 老夫说了 那乞丐 乃是北宋第一大帮 丐帮的大长老 他来自于北宋 应该又回北宋去了 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飞刀停在了黑鸭的脑门前 李牧亚然 丐帮 这个世界还有丐帮 茫眼道人没有理会 李牧 一副紧张姿态 抱着黑鸭 催动术法 为其疗伤 黑鸭如小孩子一般 依偎在他怀中 神态极为亲密的样子 北宋第一大帮 势力有多强 应该不是九大神宗之一吧 李牧问道 茫眼道人头也不抬 道 当然不是九大神宗之一 之所以说是第一大帮 是因为帮中弟子众多 遍布整个北宋所有地域 消息灵通 因为丐帮情况特殊 所以并未加入到宗门评级之中 但帮中强者能人也是不少 昔日 丐帮第一强者左路易 号称是星空之下最强者 破碎虚空之下第一人 就连九大神宗的宗主 也非其敌手 只是此人游戏封尘 后来失踪了 既然之前都说开了 茫眼道人也就不再一味反抗了 姐他发现 李牧刚才 其实是留守了 只是斩掉了黑鸭几根羽毛 将他震落在地面而已 并未断掉其羽翼 啊了 那个老家伙好像是也自称是左路易来着 李牧文言 心中微微一惊 盲眼道人冷哼道 那老乞丐 精神不正常 养着一条狗 到处吹牛说自己就是昔日大陆最强者左路易 但 他连左路易实力的十分之一都没有 经常被人打得到处逃窜 李牧顿时无语 原来是一个神经病啊 小明月落在这个神经病的手中 不会出现什么危险吧 仿佛是看穿了李牧所担心 盲眼道人道 你放心 这老东西虽然为人疯疯癫癫 但却绝不作恶 连妖族都舍不得杀 又怎么会对一个小孩子下手 他带走你那丫鬟 只是为了保护他而已 你那丫鬟 被妖灵附体 活不过二十岁 就会被体内的妖灵吞噬魂破 那老东西估计是想要带他离开 将他体内的妖灵分离出来而已 妈的 知道是被妖灵附体 你当日还要杀小明月 李牧生气了 盲眼道人老脸一红 这些东西 其实是他这段时间才琢磨透的 才让他明白 自己当日几乎住下大错 他发誓杀尽天下妖怪 但明月却是被妖灵附体 也算是受害者 要是当日杀之 等于是网杀无辜了 所以 心中对于李牧和明月 是略有一些愧疚的 否则 哪怕是被李牧威逼 他也不会说这么多 李牧深吸了一口气 整理思路 明月的下落 终于算是有了一些线索 不再是两眼一抹黑 怪不得在长安府 一直都没有任何老乞丐的消息 这祸只怕是跑路回北宋了 只是北宋距离西勤 目途遥远 即便是李牧遇刀而行赶路 走走停停 只怕是也需要越于时间 去了也不一定找到这个老乞丐 这件事情 急切不得 还得从长记忆 好在按照老瞎子所说 明月应该是不会有危险 老乞丐虽然不守信用 但也不是什么坏人 而且如今太白县城的布置刚刚开始 山脉之中的风水局 也没有改造完成 这件事情不可懈怠 因为按照徐胜信中所说 留给李牧的时间 其实不多了 政坛风暴很快就会蔓延到长安府 到时候风云诡秘 李牧必须留下来 守护县城中的一些人 他不可能为了找回小明月 而江清风上官与亭等人跑下不管 看来寻找明月的事情 还是得往后推一推了 李牧有了计较 他看了看瞎眼道人 道 你离开这里吧 那条龙 不是你能对付的 留在这里 只是送命而已 从今以后 这里便是我太白县城的禁地 不允许任何人出入 家眼道人闻言 本能的就想要反驳 李牧直接道 要是不走 我先弄死你的鸟 这一句话 切中要害 盲眼道人心中恼怒 但最终 还是步履蹒跚地返回茅屋 收拾东西 准备离开 边走边咳嗽 李牧天眼一扫 就看到 这盲眼道人的身体状况很差 若不是他有数法修为在身 这样的状态 只怕是早就死成一堆烂肉了 这个人 其实也是个可怜人 最终 盲眼道人收拾好了东西 咳嗽着 坐上黑色巨压的背上 一人一鸟 腾空而起 身影萧瑟 化作月光下一个黑电 最终消失在了月色之中 李牧一直目送 确认这个道人真的离去 然后在这个深渊峡谷之中 布置了起来 按照李牧之前的观察和推演 这个峡谷 乃是巨龙局的一处暗言所在 但凡是大的风水阵法 都有一明一暗两个核心 暗和阴阳之意 像是巨龙局这样夺天地之造化的天然风水阵 更是如此 明的核心巨龙山脉之气 暗的核心巨龙地脉之气 天之道 损有余而补不足 必定不会让这两个敏感核心 阵眼合并在一起 因为那样的话 太白山脉就会变成为真正的造化之地 太过于逆天 人人都看得出来 而李牧要做的 就是将明暗阵眼核心 合二为一 他就要将太白山 变成一个惊世骇俗的造化之地 他要在这个造化之地中 一月飞天 月色下 李牧开始盲目起来 操控轮回刀 在这深渊峡谷之中穿梭 在悬崖峭壁上 圈刻各种阵法 又以万斤巨石 在峡谷底端 按照不同的方位摆放 改变地水风气 从一些极为细微的小细节上 不断地改变着整个深渊峡谷的地势 通过这些日子的在茫茫山脉之中的释手 李牧布阵的手段娴熟 很快 一夜时间过去 一轮朝阳 从太白山脉远处缓缓地升起 太白县城的街道上 行人逐渐多了起来 突然 轰蒙一声 地面震动 整个县城所有的人 都听到了一声奇异的 虎啸龙吟之声 从后山的方向传来 两道神盲冲天而起 相互纠缠着 朝着天穷之上飞去 直射天外 似乎是冲出了这个世界一样 人为神色震惊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莫非是有神龙飞天 后山的妖怪成精了 传闻后山深潭中 有一条蛟龙 莫非是画龙成功了 各处都在议论 这种意象 实在是罕见 宛如神迹一般 但很快 天上的意象消失 那种奇异的虎啸龙吟一般的声音 也完全消失不见了 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 李牧面色苍白地回到了老县衙 钻石出不成了 但还得修缮 修改这种风水大阵 真的是太消耗心神和精神理了 我如今的精神力水准 做这种事情 还是有点勉强啊 感觉整个人被掏空 他走路都是一步三晃 但他的内心 却是无比兴奋的 因为大阵出城 他已经感觉到了 整个太白县城中 天地灵气的变化趋势 有这大阵在 他在太白县城中 近乎于无敌 第288章才先天大圆满而已 转眼又是一个月时间过去 太白县城中的每个人 都觉得周围的环境 好像是变了 空气好像是清新了 井水更甜了 一些已经枯死的老树 竟然开始抽出新芽了 大雪覆盖的冬季 原本已经死去的野草 重新长了出来 一些这个季节 本该消失的动物 飞禽 竟然又出现在了县城各处 原本被冻结的溪水 开始种又潺潺流淌 数十年不曾出水的泉眼 也重新冒出来甘泉 好几个明明已经是快要咽气 绝对撑不过这个寒冬的冒蝶老人 竟然一天比一天面色红润 到最后直接下抗 可以自己奔走了 而一些素极缠身的人 也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疾病竟是一天比一天轻 十几天之后 完全彻底痊愈了 这种发生在身边的切身体会 让无数人都极为惊奇 也极为兴奋 在太白县城中 有着小公子之称的疏童清风 当然也看到了这样的变化 作为李牧最贴心的心腹 他知道一些内情 肯定与公子这些日子盲目有关 江逢源心 甄蒙等人召集起来 一番商议之后 众人有了结论 很快 整个太白县城之中 所有人都听说 县城中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 乃是因为县尊大人庇护的原因 县尊大人手段通天 可以沟通天上的仙人 为县民们祈福 只要县民们安分守己 不做监犯科 那就可以一直都得到 县尊大人的庇护 县尊大人真的是活菩萨啊 这是我太白县之福啊 希望县尊大老爷 能够一直都留在太白县 不敢奢望啊 县尊大人爱民如子 正继卓越 这样下去 只怕适用不了多久 就可以高升了 清晨 小雪出勤 女药师赵灵去神农堂药店 取药的时候 一路上 听到的都是类似的对话 她已经在太白县城中 生活了数月 从一开始的抵触 排斥 痛恨和警惕 到如今 已经完全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了解的越多 震惊就越多 而她自身的修为 更是在这短短数月时间里 突飞猛进 超越了过去数年时间的苦修 一跃进入了和异境巅峰 这几日隐隐有了突破之兆 进入宗师之境 指日可待 听到人们这样对话 赵灵的心中 隐隐生出一种自豪感 说到底 她也不过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女孩子而已 因为可以出入老县衙大院 所以被县民们默认为县尊大人的身边人 到哪里迎接她的都是尊敬和羡慕的目光 而每隔三天 赵灵在老县衙大院门口进行的议诊 就治了无数伤病患者 更是让她被称之为太白县城第一审医 地位浊然 也让她的医术 脱离了书本典籍的范畴 得到了无数实证经验 用那个霸道县尊的话来说 是什么来着 我对了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实际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其实蛮有道理的 而眼前这样的生活 是她以前从未在太白剑派中体会过的 充满了温暖令她愉悦 不知道从何时开始 她都已经不怎么想要急着回去太白剑派了 如今的神农堂 是县城中的第一大药店 当然已经与昔日作恶多端的神农邦没有了关系 是神农邦魔窟中的幸存者们 以昔日一位被神农邦所害的医馆大夫姑女 穆青儿为掌柜 在霸道县尊的支持下经营起来的 童所无欺 口碑极好 赵灵来时 穆青儿已经早就准备好了她要的药材 赵姐姐 你昨天传我的方子 实在是太好用了 逐渐从悲痛中走出来的穆青儿 恢复了活泼本性 再要施意图 极有天赋 因此赵灵也经常传授她一些医术 有意培养她 两人说了一阵 赵灵又花费小半个时辰 为几个早就提前等待在店里的疑难杂症病人诊断 然后才拿着药材离开 因为最近这段时间 县城中的各种异变 城中的病人 已经越来越少了 前来求诊的 基本上都是周边县区 以及更远地方闻名而来的人 赵灵是药师 也是舞者 她当然也察觉到了城内这种变化 在她看来 这是一种因为天地元气凝聚到了 比正常环境浓郁数百倍之后 产生的意象 这种变化是不可思议的 如今的太白县城 随便任何一个地方 天地元气的浓度 都要超越了太白剑派之中的一些修炼秘笔 让她完全无法理解 但有一点 很清楚 很确定 这样的变化 是因为霸道县尊礼墓而产生的 这个少年的身上 隐藏着太多的秘密 简直可以说是手段逆天 她的心中 真的是越来越好奇了 走着走着 突然 前面一个身影 挡住了她的去路 赵灵下意识地抬头 一看之下 顿时大吃一惊 面色大变 你 你怎么来了 你快走 踢海战术 果然是效果最显著的提升学习成绩的方式啊 李牧结束了一次闭关 从练功房中走出来 一脸的满足感 连续两个多月的时间 她一直都在太白山脉各处不知阵法 遇刀飞行 以轮回刀为笔 于石壁 大地 峭壁 河底 洞窟之中 镇刻各种隐蔽的道文 可以算是以大地为画卷作画了 且有些时候 还需要直接搬走一座山峰 甚至重新开辟河道 初始一个月 巨龙局风水阵初步修缮完毕 之后一个月 一直都在完善 修改 调整 这都是极为消耗精神力和蒸气的工程 许多相同或者是相通的阵法 需要反反复腹地捐客 就像是小学生做题海战术一样 熟能生巧 巧能升华 和两个月之前相比 李牧在阵法 风水术方面的造诣 已经从小学生程度飙升到了高中生的程度 智德飞跃 玉刀树融入到刀树阵文之中 在融合当日长安城大战中观摩三大巅峰天人之战的领悟 他已经渐渐地开始领悟一丝丝刀意的雏形了 二十四柄小飞刀操控之精妙 不知想比当初强横了多少倍 不再是单纯低依靠速度来取胜 如今 即便是对上初步天人 李牧也有信心一战 更为重要的是 据龙局风水阵法引导成功 如今 整个太白县城 都已经完全笼罩在了阵法的覆盖之下 大大小小成千上万个道文阵法 只要李牧不想 任何人都不可能硬闯进入县城之中 可以说 李牧已经将整个县城 经营得如同铁桶一般 如今整个太白县城 成为了李牧的个人庄园 就算是红尘剑先李刚这种巅峰天人到来 李牧也有信心 依靠阵法的力量 正面拒之 终于有在这个世界 喘一口硬气的资本了 李牧深深地松了一口气 这两个多月以来 紧绷在他心头的那根弦 终于消失了 现在 就算是二皇子一系力量的报复到来 或者说帝国皇族的惩罚到来 李牧也可以周旋一二了 他的精神力融入阵法 增幅之后 就如大面积的雷达一样 可以完整覆盖扫描县城 面头移动 整个太白县城之中 无数道强弱不同的气息 就出现在脑海里 一旦有外来强者 突兀地出现在太白县城中 李牧可以很快就分辨出来 咦 这股气息 竟然是他 有意思了 李牧突然察觉到 县城中 多了一股陌生的武道强者气息 他笑了起来 片刻之后 女医师赵琳求见 大人 我 赵琳欲言又止 神态犹豫 李牧笑了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个极恶如仇 男儿性格的傲娇女医师 露出这种犹豫不决的表情 他直接道 是你兄长赵宇要见我吗 带他来吧 你 你怎么知道 赵琳瞪大了眼睛 英气清丽的脸上 都是不可思议之色 李牧黑黑笑道 本现上之五千年 下之五千年 能掐会算 这县城中的一切 都逃不过我的掌控 赵琳淡淡的哼了一声 转身出去了 真是傲娇啊 李牧撇撇嘴 一会儿 派白剑派大师兄赵宇 就被带了进来 李公子 赵宇行礼 不卑不亢 李牧哈哈大笑 长安成一别 已经两月有余 赵兄更胜往昔 已经是初步先天了 修出一缕先天真气 可喜可贺 赵兄请坐 他心中也惊讶 这个战斗型天才 果然是妖孽 实力进展飞速 赵宇的脸上 浮现出一丝得色 当日一战 他的确是深受启发 回到太白剑派之后 立刻闭关修炼 两月而出关 一举踏入了先天之境 成为了太白剑派 有史以来最年轻 进入先天的弟子 打破了无数记录 和派上下震惊欢庆 更是直接被确认为下一任掌门的第一人选 可谓是风光无俩 不知道李公子可有所收获 赵宇道 李牧长长的叹了一口气 道 唉 我自从回到太白县之后 一直忙于宪政 为民做主 根本无暇修炼 所以武道静静 颇为缓慢 一副痛心疾首颇为无奈的样子 赵宇呆了呆 道 其实李公子你应该卸去俗事 他的确是想要圈一下李牧 毕竟李牧对他有救命之恩 只是听闻 李牧喜好女色 墙带花魁花响容离开教房司 还有其他数十名拍卖来的美少女 色字头上一把刀啊 精力在旺盛 蓝迪销魂是谷的女色 何况 李牧还要监管一线政务 但很快 就听李牧继续说道 两个月时间 我才刚刚到先天大圆满而已 扑 赵宇一口老血差点儿就喷出来 先天大圆满 才先天大圆满 他想要冲上去咬死李牧 都先天大圆满了你 特马的还在哪里愁眉苦脸干毛啊 第289章 几只小老鼠 记得当日大战指示 李牧虽然抵住了数大天人的围攻 但 那是因为震天剑震住了天地元气 所以天人的手段 无法发挥 当时的李牧也就只有五成先天真气的水准 赵宇是一个很自信自负的人 所以在他看来 自己以不足先天的修为 先后对抗了梦武 楚南天两大先天 这样的战绩 并不比李牧差多少 毕竟先天不需要调动天地元气 亦可发挥出全部的威力 他的这种越级作战 更具有说服力 因此 尽管他当日也因为李牧的表现而震惊 但却绝对不会有多么的自残不如之类的想法 他非常相信自己的天赋和潜力 只要一定的时间和机缘 他相信 自己一定可以赶上李牧 至于最后大战结尾 李牧横扫二皇子 虽然让人震惊 但后来他想想 这是有原因的 其一是因为二皇子并未完全融合天外邪魔之力 其二是因为二皇子与红尘剑仙 略天神拳大战的时候 已经受了伤 其三是因为李牧的手中 有师们的至宝 讲通了这些关节之后 赵宇的心中 其实是存了于李牧 在修炼速度上 一较高低的心思的 因为在他看来 李牧是自己遇到的年轻人中 最为天才的一个 天才兮天才嘛 然而 此时 他被李牧一句才先天大圆满得憋的差点 而出了内伤 李牧看到他这样 心中黑黑直乐 脚样巴 还想要哥们面前装逼 你还嫩了点 赵宇蒙着头 一个人把猴头一口老血印生生地憋回去 才缓缓正色地道 李公子 这一次前来太白县 有两件事情 想与公子你商议 第一是想要接舍妹回去 因为家父六十寿臣就要到了 希望他可以回去拜寿 事后 会按照约定 让小妹返回太白县 第二 之前我太白剑派四名弟子死于县城一桩之事 县已经查明 乃是外门弟子周振海 暗中出手 试图嫁祸李公子 之前冤枉了公子 多有得罪 还请公子赎罪 他这话 说得很客气 当日长安城之战结束之后 赵宇返回宗门 将事情的挤过 与当代剑派掌门一说 引起了当代掌门造学等一杆宗门高层的震动 因为这意味着 李牧拥有以一己之力 横扫整个太白剑派的实力 所以 太白剑派必须要调整自己对于李牧的姿态 而中藩就案之后 太白剑派的老江湖们 很快就查明了真相 周振海浮出水面 这一下子 身为包凶的周振月也是一身冷汗 尽亏他当日决断正确 否则 今日将会为太白剑派惹来大祸 最终 宗门上下商议 让赵宇这个宗门最出色的天才 来到县城 面见李牧 将这一段梁子揭开 彼此结一个善缘 毕竟从地理位置上来讲 太白剑派也算是太白陷境内的宗门 以前的县令可以忽视 但李牧这样的魔王县令 杀了一个皇子 还好端端地活了这么长的时间 那就不得不重视一下了 周振海如今就压在县衙之外 李公子可以随意处置 赵宇道 李牧摆了白手 道 这倒是不用了 他杀的是太白剑派的弟子 你们自行处置吧 你带赵宇回去的时候 将他一起带走好了 一个小角色而已 李牧没有兴趣花时间去对付这样的人 如此 多谢李公子 赵宇起身 他不是善于言辞的人 天资聪颖 但泯于行而纳于言 正是说完之后 赵宇的心中 其实还有一件私事 但这件事情 他却不好说出口 毕竟 这件事情 似乎是有点过分 李牧站起来相送 走到门口时 李牧一副突然想起了某事的样子 道 对了 我也有一事 想与赵兄商量 赵宇一愣 下意识地道 李公子请说 李牧笑道 那日 弃冠心河曹炳严临死之前 将上古心河剑派的剑道奥义 贯注于一缕精神力之中 传授于我 想要保他心河剑派传承不灭 不过赵兄你也知道 我最新刀术 不喜剑法 只怕是曹炳严要失望了 但话说回来 这曹炳严也算是一代宗师 不管他做过什么事情 心河剑派的传承若是灭绝了 倒是颇为可惜 赵兄你乃是天生那个什么剑种 刀剑的剑 这不坚决 不如就交由赵兄吧 不知道赵兄 有没有兴趣 你说什么 赵宇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神色 他之前 想要说的私事 就是这件事情 当日看曹炳严施展的心河剑法 赵宇心中悸动 不知道为什么 总觉得 与这一门剑法 特别有缘 只是很可惜 当日 曹炳严临终之前 将剑法传给了李牧这个刀到强者 赵宇也不好争取什么 这些日子 他日日想起这一门剑法 颇有一种坠入情网 素艳难眉的滋味 这一次 来到太白县城 见到李牧 他也想要尝试 提出什么条件 或者是做出什么允诺 来尝试向李牧换取这一门剑法 但想来想去 自己的身上 似乎并没有什么可以与星河剑道传承相媲美的东西 毕竟 星河剑道修炼道极致 是可以破碎虚空的秘点啊 便是太白剑派的至高剑点 也无法修炼道破碎境界 所以 最终无法开口 准备离去 谁知道 李牧竟然主动提出 这 李公子有什么条件 赵宇回过神来 狂喜地道 李牧道 是不是如果我要没有条件 赵兄就不接受了 是 恶 不不不 不是 我 赵宇一下子憋红了脸 唐太白剑派大师兄 一下子 被李牧给调戏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有点发懵 李牧哈哈大笑了起来 赵兄当日为了救唐夫人母女 不惜干冒其险 乃是热血男儿侠客之风 所谓美女配英雄 龙泉赠侠士 这不见点 在赵兄的手中 才能发挥他真正的价值 他说着 直接将曹炳炎的那一缕精神力烙印 交给了赵宇 其中的剑法 他当然是有过研究 心和剑道的奥义 他也已经了然于胸 不过 李牧将其融入到了自己的刀法之中 并没有修炼的打算 多谢李兄 赵宇激动万分 大恩不言谢 李兄这个朋友 我赵宇交定了 李牧心中偷着乐 这种借花献佛的事情 有百利而无一害 何乐而不为呢 纵走了赵宇兄妹之后 李牧在书房之中 接见从长安府远道而来的正存见 公子 根据探子回报 一个月之前 帝都秦城 二皇子派系的二号人物 振兮王谋反 攻击皇宫 被太子殿下联合进军大总管 以及其他几位皇子 其力挫败如今这西王在逃 二皇子一系的力量已经彻底烟消云散了 正存见会报道 李牧的面色略微严峻了一点 终于到了这一天啊 二皇子的残余被彻底消化 帝都中的那些政治大人物们 应该是已经重新达成了一种默契吧 不过 这也意味着自己这里平静的好日子 要到头了 一个位高权重的皇子之死 总要有人站出来承担责任吧 那些大人物们腾出手来 要对付自己了 当今陛下 依旧在闭关 如今秦都的朝政 乃是由太子殿下 权王殿下 康王殿下 王丞相共同主宰 而进军的军权都掌握在 官民人大总管的手中 正存见详细的说道 李牧一摆手 不用和我说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我没有兴趣 正存见乖乖闭嘴 然后道 还有一件事情 根据知府衙门的接收到的文碟 朝廷新任命的太白献献令 已经在前来长安府的路上 再有三日 就会到达 到时候 公子您就得卸任了 李牧道 来就来吧 他无所谓 献令的身份 对于他来说 已经没有了什么意义 当不当这个县令 无所谓 不过 只怕是来者不善 一个从帝都直接空降下来的继任者 用脚趾偷想 都知道肯定是官二代 或者是大有背景的人物 真是可笑 太白献县令这个位置 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有吸引力了 反正 不管怎么说 太白献都是他的 李牧花费了这么多的心思 布置风水大局 将整个县衙 变成了风水造化之地 是要在这里扯其发展势力的 可不是让别人来摘桃子的 亲来的县令 要是乖乖做他该做的事情 那便罢了 若是真的不吃死活要摘桃子 李牧连皇子都杀过 害怕他一个区区官二代之类的东西 仿佛是看透了李牧的心思 正存见又道 知府大人 让我转告您一生 新来的县令 乃是一位出生于帝国神宗 观山牧场的入室弟子 身份特殊 到时候 切勿意气用事 观山牧场的入室弟子 帝国神宗吗 传闻观山牧场之主 乃是当时极道巅峰之一 圣人之境的存在 九大神宗 可以说是凌驾于三大帝国 蛮族 巫族之上的庞然大物 镇压着神州大陆的气韵 宛如天庭一般 不可为逆 不管是任何人 招惹了九大神宗 基本上 就是一个死字 怎么连九大神宗的人 都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了 李牧点点头 表示自己已经知道 正存见将所有的事情 都汇报完 很时去的离开 但是 在退出房间的一瞬间 他犹豫了一下 突然又一步跨进来 面色挣扎地道 公子 这些日子 还请您小心谨慎一些 各处传来的消息 对您很不利 帝都之中 几大皇子亲王都主张 要将您秦拿回秦城受审 且 这些王等余孽 也似是潜入到了西北行省 李牧看他的神态表情 道 这些话 不是李刚让你说的吧 正存见面色尴尬地点点头 李牧冷笑一声 正要说什么 突然面色微微一变 旋即嘴角画起一丝弧度 道 说曹操 曹操就道啊 他缓缓地站起来 道 有几只小老鼠钻了进来 走吧 随我出去看看 第290章带个画 正存见不明 所以 跟着李牧来到了书房门口 老县衙大院 经过了李牧的扩建之后 占地面积极为宽阔 且视野开阔 院中并无高墙 大多以树木 水渠 甲山为主 因此站在李牧的书房门口 一眼看过去 大半个前院可以一目了然 和风袭袭 树木一一 大院中的景色 极为美丽 正存见的目光 在大院之中扫过 竟是并无丝毫的动静 只是 这院落里 突然安静的有点过分 李牧嘴角画起一丝 击翘的弧度 屈指一弹 一道止静 弹入院子里 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正存见无比惊讶的看到 原本平静毫无异状的大院里 顿时犹如一幕水波画卷一样 荡起一层层的涟漪 旋即一副新的景象出现 就看四个身影 在甲山树木流水驱伤之间 像是迷了路的瞎子一样 来来回回地转悠 面色暴躁 大声的叫喊着什么 但却没有发出丝毫的声音 幻阵 有人潜入了县衙大院 他这一下子 明白了李牧所说的小老鼠的意思 之前的一切 都被阵法遮蔽了 这些人 也陷入到了阵法之中 走不出来 他们闯入老县衙大院 来做什么 不用猜 都能知道 是冲着李牧来的 正存见看到 其中一个身影 杨手击出一掌 竟是一道佩然之力涌出 气息强横 竟是先天巅峰的修为 但哪一张 轰在前方一块青年甲山上 竟是如泥牛入海一样 没有丝毫的作用 其他三人 也已经非常急躁 胡乱地劈砍 轰击 但却没有任何意义 那涌动如狂潮的力量 被某种神秘的力量所化解 竟是连一片树叶 也不能震落 诡异到了极点 郑存见心中无比震惊地看着李牧 他是知道 李牧擅长阵法 这一点 当初在长安城陆氏院落之中 已经证明过了 一段时间里 陆氏院落是长安城之中仅次于知府衙门的禁地 基本上 没有人能够闯进去 但 即便是如此 那时 李牧的阵法造诣 也没有恐怖到这种程度 眼前被困住的这四个人 都是先天巅峰境界的强者 这样的存在 放在任何地方 都是威震一方的存在 但却陷入到了县衙大院阵法里 如盲人掉进沼泽一样 搅不起丝毫的波澜 连一丝声音都无法制造出来 若不是之前李牧点破 郑存见相信 就算是自己从这院落之中走出去 也绝对不会发现 太可怕了 这是何等恐怖的阵法 以及阵法造诣啊 郑存见心中 一阵后怕 这看似平静的县衙大院 暗中竟是蕴藏着如此机关 看着身边这个面带冷笑的少年 郑存见心中的忌惮和敬畏 越来越重 有些人 就是这样 你越是靠近他 越是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他 就越会发现其实距离还太远 无法看透他 就越是怕他 而李牧 在正存见的心中 无疑就是这样的人 啾啾 啾啾啾 一声清脆的呼鸣声响起 一道白色闪电 从旁边窜过来 跳到了李牧怀里 却是一只白色的小狐狸 啾啾 脚白胡打几亲密地舔着李牧的手背 李牧安抚着小家伙 然后问郑存见 道 认识这四个人吗 郑存见道 不认识 既然这样 李牧笑了笑 心念一动 屈空之中 又是一道道阵纹连一荡样 一瞬间虚空中无数密密麻麻的金色道文一闪而逝 接着 那四个无头苍蝇一样乱窜的身影 各自欢呼一声 只觉得眼前所有的迷雾迷障瞬间散去 一下子豁然开朗 四个人 几乎是同时都看到了站在远处书房门口的李牧 杀 最先反应过来的 是一个身形瘦小的高手 身法速度极快 宛如一道流光 朝着李牧冲来 掌中一对金银双环 仰手一撒 顿时漫天层层叠叠成板上千的环影 犹如疾风奏雨一样 朝着李牧笼罩而来 千天巅峰的恐怖袭杀风暴 展露无遗 正存见眼皮狂跳 下意识的就要后退 他看出来 那每一个环影 都是实物 而不是虚影 这种一种凌厉到了极点的战绩 一个凶名卓著的名字 一下子从他的脑海之中跳了出来 他是正存见张口欲呼 钉钉钉 李牧的身边 一道道刀光体链流转 24柄飞刀宛如流光一般纵横交错 刀光声念之间 所有的金银环影都在距离李牧一丈距离之外 被斩为鸡粉 根本难以寸进 同时 半空之中 那原本闪电一般摄像李牧的身影 骤然到飞了出去 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就不动弹了 他的喉咙 朝着一柄雪亮的银色飞刀 防守 反击 一瞬之间 一尊先天巅峰的强者 就这样被秒杀 他是镇西王身边十六死士之一的夺命金银环料制 正存见的惊呼声才刚刚喊完 战斗已经结束 李牧心中 立刻雪亮 其他三大强者 也必定是镇西王的人 终于还是来了 该死 一起上 杀 其他三大先天巅峰盖世强者 反应过来 齐齐出手 朝着李牧杀来 各处急招战绩 宛如惊涛骇浪 急风奏语一般的先天争气袭杀而来 此时要将李牧连同他身后的书房 瞬间击成飞灰 李牧转身离去 道 将这四具尸体 交给渣男之府 啊 正存见莫名其妙 话音未落 三道刀光 一闪而过 秋 秋 秋 音爆一般的声音 这才响起 冲杀而来的三大强者 就像是被弩箭射中的稻草人一样 道飞出去 狠狠地摔在了最开始被射穿了喉咙的夺命金银环料制的身边 整整齐齐 一排四个 就好像是被人专门摆放好的一样 正存见瞳孔皱缩 踪搜搜 刺饼飞刀 从四大先天强者的喉尖飞出 滴溜溜宛如秋水流滑一样 擦着正存见的并肩飞回去 回到了李牧的身边 正存见在那一瞬间 有一种灵魂出窍斑瓶死的感觉 飞刀经过 宛如死神对着你的耳边呼出冷气 毛骨悚然 等到他反应过来 李牧的身影已经消失 他来到四具尸体面前 仔细辨认 认出来 这四人 都是正希王身边的死士 帝都已经发出了通缉令 这四人 都是通缉令上的重要人物 也是诗山学海中走过来的狠角色 尤其擅长隐秘 暗杀下毒 属于刺客一流 按理来说 这样四个人 潜入县衙大院 刺杀李牧 成功率很高 然而 正希王 还是低估了李牧啊 正存见如今已经彻底 看不透李牧的底牌了 他心怀畏惧 将四具尸体收敛好 带着尸体往外面走的时候 正存见看着石死小路旁边假山 树木 流水看不出任何的阵法波动存在 但他知道 只要李牧愿意 一瞬间 自己就会变成泥土的蝼蚁一样 一辈子都陷入这阵法中无法出去 走出县衙大院的时候 正存见已经是一身冷汗 他发现 大院的门口 有一个人 正坐在轮椅上等他 郑先生 我家公子 还有一件事情麻烦你 脚书桐清风面色淡然地道 正存见的脸色 就有点尴尬 因为清风的双腿 就是因为他而残忌 如今他为李牧做事 自然知道 清风在李牧心中的地位 绝对是第一心腹 深得信赖 难保他心中 会不记恨自己 脚公子请吩咐 是什么事情 他不敢怠慢 恭敬地道 清风挥挥手 一对兵卫从远处带过来一个人 郑先生 郑先生 救我 这人挣扎 呼救 却正是当日陷落在太白县的李兵 知府李刚的小儿子 这段时间以来 一直都被关押在太白县 李刚本人也没有过问过 简直是被人忘记了 我家公子 请先生将此人带回去 清风道 当日 他的残忌之仇 也有这个李兵一份 不过 这些日子 李兵在太白县 被劳动改造 也受了不少折磨 老实了很多 不管怎么说 李兵都是名义上李牧同父义母的兄弟 所以也不会真的杀了 当然 小书童并不知道 此李牧非彼李牧 郑存健点头答应 我家公子 让先生带话给知府大人 告诉他那边的人 不要再来太白县捣乱 否则 小书童话没有说完 但其中的意思 非常明显 郑存健心中一惊 除了连连点头 也不好说什么话 长安城 教方司 闻圣斋 从三日前开始 这座整个教房司中最出名的青楼 就被一位神秘的大人物直接包场 入夜 华灯初上 一位轻袍批发的英俊年轻男子 且酒且歌 姿态狂放 中围 几位长安府的大人物 陪在身边 其中就有知府衙门的田师爷 以及几大城区的分手衙门掌管 新上任的教房司主是金城华 也在一边陪着笑脸 文圣斋最出色的几个姑娘 都陪在旁边 黄公子 已经到了长安府数日 为何还不去太白县 接任县令之职啊 田师爷陪着笑 看似无心地问道 这个狂是一般的年轻男子 便是来自于观山牧场的入室弟子 修为高深莫测的帝国新贵黄文远 很多人都想不通 为什么身份背景如此惊人的黄文远 偏偏要去太白县 接任一个小小的县令之职 一开始 他自己也想不通